剛剛提到的就是利用三個函數 完成這件事情 當然我是建議 就是簡單的事情 真的可以用簡單的方法 像函數 可是如果相對複雜的 或者是說高度重複的動作 還是建議寫VBA 為什麼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你的公式只能寫在一行裡面 那你可能沒辦法很完整的表達 你要寫的邏輯、敘述等等的 而且如果錯你也不知道哪裡錯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把這件事情自動化 自動化我是希望說 最簡單的就是直接在旁邊增加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就是說當我按下它 它可以幫我把這個公式直接填滿 那另外一個按鈕就是按下它之後的話 它可以幫我把這資料清掉 就是兩個功能 那當然有不寫程式的跟寫程式的 其實我還推薦各位 如果你實在是想不到怎麼寫的話 其實Charge VT真的可以幫上你很多忙 不過前提是Charge VT給你的程式 你可能還是要有個基本的功夫 如果你完全看不懂程式的話 哪怕Charge VT已經給你了 你可能還不知道該怎麼用 還有啦 還有Charge VT可能也要懂得怎麼問他 我發現很多人連問的能力都沒有 不知道怎麼跟Charge VT溝通 我覺得沒有很困難 你不要想得太複雜 我發現有的時候 你打個幾個字 他其實滿聰明的 甚至我覺得他還比我更聰明 有些程式我都想不到他可以居然幫我寫出來 所以有的時候 我發現以後AI會改變一個很大的 就是很多的設計人員 可能就不用再浪費時間在那邊想說該怎麼設計 你就透過Charge VT給你靈感 然後你就透過那個靈感 你再衍生就好了 我覺得輕鬆很多 所以接下來下一個階段 能不能加入AI在你的工作裡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還滿重要的一個議題 只是說你沒有辦法加上AI 這個我想 接下來具體錄製 請各位把剛剛這個直接再複製一個 複製的話就拖拉加Ctrl鍵 拖拉到右邊有沒有 然後按Ctrl鍵再把左鍵放開 這邊不是多一個嗎 我先把這個刪掉 然後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叫聚集好了 那我們是希望說在這邊加兩個按鈕 兩個按鈕的話 還記得吧 第一個先把那個開發人員先打開 箭頭其他命令 然後自訂功能區這邊有開發人員 開發人員打個按確定 這邊就有開發人員 第二步的話就錄製 那錄製呢 前面講過了 彩排一下 可是我就不彩排 因為其實差不多 大概三個動作 一 游標放這邊 二 上面點一下打勾 三個快點兩下 讓它填滿 清除的話一樣 游標放這邊 怎麼向下選 記得快速鍵可能要記下 Ctrl-Shift 向下 然後按Del 好 那你大概彩排OK之後的話 我們就要正式開始產生我們要的層次了 是Essail幫我寫的 那怎麼寫 接下來的話錄製去寫 那名稱的話 名稱的話也許這個字一取吧 我取一下 刮鬍字串好了 OK 我要刮鬍中的字串 所以我簡稱叫刮鬍字串好了 所以我簡稱叫刮鬍字串好了 Step 2 上面放在資料編輯列上打勾 Step 3 的話就是向下填滿 就是這個儲存格 右下角空點快點兩下 好 這樣就OK了 OK之後的話 記得把它停止錄製 那我們就完成第一個了 第二個的話就是清除 所以再給它一個叫 我叫清除聚集好了 不然我後面可能要寫那個清除的 那個VBA的話 名稱會重複 但是叫清除聚集好了 OK 清除聚集 好 按確定 那一樣把三個動作完成 Step 1 游標一樣放在B2 Step 2 Ctrl Shift 向下 3的話就按Delete 好 OK了 那一樣停止錄製 那你可以在聚集的清單裡面 看到剛剛兩個東西 有沒有 試試看好了 執行 刮鬍四串 有了有沒有 再執行清除 也有了 OK 所以這樣應該 滿快的 我覺得錄製聚集 真的很棒的一個東西 因為如果你不會寫程式 沒關係啦 錄下來就有了嘛 錄下來的東西 你可以這樣打來修改 跟VBA結合 你可以變出很多花樣耶 不會寫沒關係 不會寫沒關係 錄一下 所以其實不會寫程式沒有關係 至少你要有很多輔助工具 我覺得第一個要學的就是錄製聚集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Charge VT Charge VT也可以輔助 有沒有 那如果這些都有的話 剩下來你只要把VBA的基本的程式了解的話 然後呢你就可以把程式寫出來 我覺得應該沒那麼困難 那你寫出來之後事情就一勞永逸了 快得要命 一下就OK了 感覺工作其實是還滿愉快的 所以如果會這個自動化功能 這上班應該滿輕鬆的 每天事情都做完了嘛 OK 剩下來就是直接執行程式 結果就出來了嘛 OK 然後如果有新的變化 你再把他參數改一下 那事情都OK了嗎 所以我發現現在 如果你檢討一下很多行政人員的工作內容 真的 如果他會寫程式 一天不需要多少時間 馬上事情都做完 真的 你們看一下 他缺的就是這個東西 因為我有真的幫一些那個 這個 朋友 同學 他丟了一個東西給我 他說 這個我沒辦法統計分析 你可以幫我寫個程式 我兩下寫完就丟給他說 哇 太好了 簡直是幫了一個非常大的忙 OK 那 但他沒有辦法 他就沒辦法做到 他因為每天都塗法練鋼 我覺得太辛苦了吧 而且常常看到有人說你在幹嘛 每天在那邊控制C、控制V、控制C、控制V OK 很累 他每天都在做這些事情 OK 那有時候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不學那個 比較快一點的方法 上次好像我記得有一個人回答 我突然醒悟了 他說 他說 如果我很快做完我要幹嘛 對 這個突然讓我突然shock 我的想法從來沒想過說要幹嘛 因為他事情做完他就沒事了 那沒事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他如果不會裝忙的話 他就不知道要幹嘛了 可是問題是如果你做完那你是不是可以做更多 我是從企業的競爭力的角度來看 如果你做完呢 你是不是可以做更多讓這個企業更有競爭力的事情 對 但如果假設他不是需要競爭力的話 那可能他慢慢來也無所謂 可是目前好像很多企業是要有一個競爭力 才有辦法繼續成長的 OK 好 那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的錄製聚集做出來 最後記得喔 再插入按鈕 如果要把剛剛那個兩個聚集變成按鈕的話 應該還記得吧 插入這邊有一個表單控制項的左上角 有沒有這個按鈕 按一下之後拖拉 然後放開之後的話 選取那個刮鬍字串 並且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按確定之後的話 然後再把這個按鈕的名稱 貼上剛剛我複製的那個名稱 他就會有刮鬍字串 一個嘛對不對 那第二個怎麼做 一樣嘛 再插入一個 有沒有 然後再拖拉 然後放開 再改成叫什麼 清除聚集 然後把這個名稱一樣複製 複製完之後記得按確定 然後再把名稱改成叫什麼 清除聚集 好 這樣OK了嘛 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邊按下去 可以耶 再按下去 OK 所以你會發現 這樣就很方便了 每天都按一下 資料就OK了 再按一下 資料就清掉了 感覺是還蠻好的 OK 好 試一下好了 請對把這個聚集部分 試著完成 就這兩個按鈕 那記得 增加一個新的那個 這個工作表 新的工作表是這樣 從這個拖拉加Ctrl鍵 複製一個 然後開發人員的話 記得是從這邊 其他命令 箭頭其他命令的 制定功能區 這邊記得打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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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